好来看到促进台日交流 之前日本东京共立女子大学交流参访团 一行13位女大生来到花莲进行两天一夜的参访 并且安排了前往花莲县府来拜访县长许正卫 进行查续的交流 尽管语言不通 女大生仍敢受到县政府的热情款待 许正卫也欢迎女大生们 有机会再回到台湾花莲来趟小旅行 促进台日交流 日前日本东京共立女子大学交流参访团一行人 来到花莲进行两天一夜的花莲参访行程 在日本东京都共立女子大学副教授张彩渝陪同下 特别安排前往花莲县府 13位日本女大生飘洋过海和县长徐正卫相见欢 副教授张彩渝分享表示 某次在日本学会 姻缘际会与校长吴雪月结识 进而认识到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 就此展开与花莲的缘分 因此此情特别带着学生来到花莲 也让学生可以走出户外 认识花莲原住民文化 好好享受你们的年轻的岁月 但是要记得每一天的日子 都会让你的生命更精彩 不要虚度它 希望未来 因为你们大概星辰上蛮辛苦的 蛮紧凑的 那有机会到花莲来 花莲四个小时就到了 很快 所以有机会就常常来 徐政卫随后表示 在花莲可以看到许多日本历史建筑群 包含吉安清修院等 都能让日本人来到花莲 仿佛置身在日本佛寺 会后鼓励大学生把握时间 趁着这趟交流 前往花莲本地再走走逛逛 也欢迎再来到台湾花莲旅行 借着掌帮院华莲师报导